各位回去试试看 那这个资料来源呢 就是在那个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 你们可以自己上面去找 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 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窃盗案件的那个104年到107年的那个data 我是从那边抓过来的 那抓过来之后的话 当然里面我是把它 把它把它是做 在这边 VIP档这个 那里面的话 我是把它到一个all.csv 所以其实拿这个csv来用就可以了 那主要 如果各位有兴趣 你就是把它放进来之后 区的部分的话 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是先就是移除重复 反正就留下那个区的这一个栏位 因为你要做枢纽分析之前 你一定要有一个栏位 就是哪一区 然后呢 放进来之后这一区 你就把什么区 这边也是区 如果这个区放进来 另外这个区也放进来 因为区里面它不是数字 如果不是数字 它就帮你变成conif了 ok 如果conif你要算高的跟低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 在做一个什么 资料里面有个排序 你可以把这个栏重新排序一下 排成什么呢 排成就是那个由小到大 ok 这边排序应该从这边 排序的话呢你可以 从z到a a到z 大到小小到大 如果我希望多的排到前面 应该到z到a 就是d减排序嘛 z到a d减 ok d增这边也可以帮我排一下 跟这样 应该按照 按照 应该按照这边排才对 所以这边应该是按照 不能按照这个这边排 应该是按照这边排 所以这边的话是z到a 所以游标要放在这里区域 然后z到a ok 所以枢纽分析表 如果它里面的资料 假如不是数字 就会帮你用count 如果里面是数字 它就帮你加总 ok 所以这个应该 如果用枢纽分析表来做 两三下就ok了 然后再来就是 算哪一条路 所以你变成你要有 那一条路上面的 这个资料 所以这个栏位里面有没有 如果没有你就要把它变出来 这边好像没有哪一条路 所以怎么办 你变成要把那个路 产生一个栏位 它就可以帮你统计了 哪一条路 然后再抓前十名吧 所以那个失窃率最高的答案揭晓 第一名是哪一条路上 南京东路 应该要是跟林森北路交叉口吧 那边刚好有一个那个什么 中山 中山一分局 还中山几分局吧 之前不是有 那个他们的 那个局长整个被撤换掉 发生一些就是有弊案之类的吧 OK 那边附近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男生应该有去过吧 开玩笑了 那个那边 OK好 那这边 另外就是什么呢 明泉东 为什么明泉东 明泉东那边可能靠近万华 靠近旧社区吧 然后还有中山北 中山北也在那一带 所以其实那一带好像似乎治安都没有太好 内湖路 那个是这样 明泉东 不过明泉东太长了 一段到六段 六段可能已经到内湖去了 可是我不知道这边到底是指的是哪边比较容易失窃 三藏那边 那边已经到殡仪馆的那边吧 或者机场那一边吧 会不会是机场 因为如果他小偷如果刚好飞机飞过啊 会掩护的作用 因为太早了 翻东西的话比较不容易被针到 那内湖为什么不知道啊 新生北路 新生北路也在旁边啊 所以那个区块 我恐怕明泉东也在那一个区块啊 有没有 应该都知道那个地理位置吧 因为我以前有住过那附近 所以我知道 明泉东 明泉东成功等等啊 反正这个只是参考 万大陆就比较旧的 龙江也是比较旧社区 然后时间的话呢 我刚刚有讲过 早上的十点到十二点 是最容易发生小偷的 所以呢 如果你家要防盗的话 我建议还是装一些防盗的设施 会比较OK 不过这资料来源都是台北政府 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事情 其实这个资料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可以参考的价值 第二个时段就是 十点到十二点 就是你即将要睡觉 或者你已经入睡了之后 大概一般如果十点睡 刚刚好 所以小偷就是喜欢在 大家都出门 跟大家都睡着之后 OK 容易要招小偷 那这相关的这个 我也有做一个就是 两个时间的 地区跟时间的一个综合的长条图 OK 这样的话其实更清楚 这个部分的话 给各位参考 其实怎么做的 第一个当然 如果你要做枢纽分析表 你要有个概念 就是 如果你要做区的统计 请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先变出有一栏叫区 你才有办法去做枢纽分析表 所以以后记得 如果回去 这个课 或者我们不是讲 苏纽分析表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或者你可以到我YouTube上面 我有放一些教苏纽分析表的课程 你再会看一下 其中如果说 你要去统计 某一些讯息 你一定要 比如统计区 你一定要有区这一栏 OK 那区这一栏 你会发现有这么多 对不对 那基本上就是说 先帮你把它 count if 就跟我们刚刚那个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有点像把区这一栏 有没有 独立出来 然后让你去算哪一区最多 其实就是跟刚刚那个是类似的 你底下就是什么 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到底是哪一区 如果哪一区就加一 哪一区就加一 有没有类似像刚刚的做法 所以其实刚刚那种做法跟这个地方的count if 所以另外那里面有个函数叫count if 非常类似 OK 苏纽分析表里面的概念就是利用count if 的概念去做 所以路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这个路的部分我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就真的 我也是指示怎么样 把这一个地址里面的路拿出来 那这个路怎么拿出来呢 其实就是这个公式的 其实我这个公式我怎么做的 现在我可能还要再想一下 不过重点好像是什么 用find find如果有区 那就因为我区后面那个字就是路的开始 然后再找到路的后面那个字把它串在一起 把它切开来留下来就是我要的结果 当然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如果不是那么复杂 有的时候干脆你用公式两下就解决了 OK 不过这个可能细节还蛮多的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想想方法去把 就是说我今天假如有个问题 我希望把地址里面的路抓出来的话 怎么做 当然你也可以用Excel 你也可以用VBA 你也可以用Python OK 只是说这个可以试试看 那 大概是这样 OK 那我们刚刚主要 最后做完的这个 OK 那 这个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许 我看我是有把这个东西分享上来 因为之前也有 在其他班也有讲到 这边里面打开我看一下 这好像是CSV 如果有需要的话也许我再把那个档案分享给各位也可以 就是这个是完成的 这个是完完整做好的一个档案 那接下来我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最后我们实际上就是把这个label最后做出来结果 这个地方画出来 基本上呢 我们其实就是把什么 把 第一个把那个label 这个label实际上就是放在哪 Excel嘛 就放在这边 所以这个区 然后画一个bar 这个bar里面的话就是把range count 就是上面这个技术跟index放到这个bar里面 index实际上这个放进来它是0、5、10、15、25 可是最后为什么看到的是这个label 其实就是我先给它位置 再把资料取代它 所以关键的那个部分就刚刚同学问到的 其实就这一行 有没有叫做excel tickets 把原来的这个index 帮我把它换成label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就是说如果你将来 你要希望让这个excel变宽一点 有没有 那你可以先放数字 数字放完之后有没有 再去把它上面的数字 改成什么 你要放的标签 不然的话如果你放在一起 可能会挤成一团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这边也许可以值得参考 因为刚刚早上有同学一直compute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什么excel tickets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要先把它拉宽 所以它那个间距就是 0、5、10、15、25 就拉宽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宽这个你可以在 本来是5嘛 你可以再拉宽变10 那就变double的宽度了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将来 比如说你可能不只放一个长条图 可能放两个长条图 那你就可以什么 一个是5 一个是6 一个是7 一个是8嘛 那这样不就可以有个间距 再分别把资料放上去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那个效果 ok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画图 最后再把什么 title放上去 这个 那size的话就是20 另外的话把它绣出来 并且把它输出成一个图 不过之前上次上次我们讲过 如果你要输出图的话 可能要把下面这一行放到上面 这个考试的 这个部分有点bug 不过通常是什么 通常是他这个套进有更新 也就是说原来是ok的 但是更新之后就不ok 像什么 好像我同学方面有问我说 他要download youtube的影片 发生错误了 是哪个同学 你问了 对对对 那个其实我还在看他的issue 他上面有显示出来 但是好像还是模拟两可 我照他方式改 也不ok 所以像那个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下载 如果你要下载的话 一样 假设那个 因为他那个套件 已经有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等那个作者 就是之前我们用哪一个 Hitube 还记得吧 那变成说没办法下载 那其实这边他会有一个issue 这边有一个 他的home page 这边有没有 点击进来 他这个issue 就是他的发生的bug 哇 108个issue 就是 这个问题发生 那但是怎么解决 我看了半天 我还试一下 好像也不ok 而且底下会因为多人 一直问问题 但是好像有人解决 但是好像有人没解决 ok 所以也许你们自己看一看 如果有解决的话 再分享出来吧 ok 因为说真的这种东西太花时间了 你要去找 我是有看网路上去直接去改他的原始程式 不过我觉得如果要改他程式 永远改不完 怕就动这边又另外一边有问题 所以可能要等他把错误更新 要不然就是说你这个不ok 你再去找其他下载的套件吧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 刚刚主要就是补充了一个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我们云端上面的这一个 是放在哪个地方 范例档 有一个就是这个切刀案件的这个 里面是一个CSV 那我是把它拆开来 用那个枢纽分析表画出来 他主要是完成就是取得区 然后区其实就是把这个资料好像从 第几个字用密的函数把它切出来 其实就是切他的什么 从第四个字开始 一样固定 因为从第四个字到第三 到他后面三个字固定都是哪一区 是固定的 所以把它切区出来 那路的话好像相对比较复杂 我这个也有一点点不太记得 我主要是好像查区的位置 在下一个字 再去找什么呢 找到路 哪一条路的位置 然后剪掉区的前面那个位置 剪下来之后就新生北路 ok 不过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用其他方式 反正这个就是想出来的方法 这样的话你才有办法去统计 哪一个区发生切案最多 哪一个路发生切案最多 哪一个时间 因为刚好时间也可以把它谷入 这边其实可以谷入 哪一个区跟时间发生最多 这个档案我看 如果有兴趣同学 我干脆把这个 直接丢到我的那个范例档那边好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把那个 一些细节稍微再看一下 那我干脆这个先删 干脆这边把它改成完成档 就把它改成出来 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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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